我是家族里修为极高的白狼兽人 却为爱节气 散尽全部修为 与柳如烟节气的第三年 他的竹马宋骁得了绝症 为救竹马 柳如烟让我再试一次招魂咒 这是白狼一族的禁术 诗咒之人大多与命于此 我当初就柳如烟时用过一次 命虽然保住了 却没了修为 我不答应 柳如烟便把我关在地下室 每日取写 他说 不诗咒也没事 狼血滋补 宋骁每日喝一碗 我的血也能活下去 柳如烟不知 血净之日 便是我离去之时 看到我奄奄一息 即将死去时 他慌了 第一章 柳如烟打电话 让我去清溪和别墅时 我刚从乔越那儿 泡完药浴回来 身上痛苦不堪 以往的每个月 我都会消失几日 因为当初 失招魂咒的反噬 我全身经脉禁断 就算接回来了 也需静养恢复 乔越是狼族最好的医师 他帮我研制出了 一个药育方子 能让我好得快一点 只是 里面有几位药材 用起来就像 有数不尽的虫子 在啃射我的骨头一样 极其痛苦 我怕柳如烟 看到我药育时 生不如死的模样 会害怕 便和乔越约好 每个月去他那儿做药育 可柳如烟 好像从不在意 哪怕我消失十天半个月 他也不会多问一句 接到柳如烟的电话时 我内心是喜悦的 来到清溪和别墅 景色秀丽 衣衫傍水 我不知道他名下 还有这样一处地方 阿姨把我带到二楼 刚进主卧 我就看到一个面色苍白 瘦弱不堪的男人 窝在柳如烟怀里 柳如烟揽着他 眼底竟是心疼和难过 我和他结婚三年 从未见过他这副样子 听到动静 他转头看到了我 怎么现在才过来 我都通知你多久了 我争了争 开口解释 下雪了 路上堵得严重 床上的男人看向我 谋底忧深 如烟 他就是沈灵吗 他声音微颤 说这句话 仿佛用尽了全部力气一般 柳如烟扶他靠在床头 柳声道 没错 他就是与我结气的狼兽 阿霄 你别怕 有他在 你肯定不会死的 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我一定会让你活着 我心一紧 柳如烟竟把我是兽人的时 告诉了旁人 他明知这会害了我 我们狼兽一族 世代栖息在墨云山一带 从不与人类来往 当初 一个刚化成人形的小狼 外出游玩时 爱上了一个人类男孩 还把他带回狼族生活了两年 后来 那个男孩带着外人闯进来 捕了我们近一半的族人 杀的杀 卖的卖 更有人专门抓狼兽 去做血奴 取血入药 妄图永远年轻 我们狼兽一族恨极了人类 柳如烟曾答应过我的 会永远守住这个秘密 不告诉任何人 可他还是违背了诺言 他叫那个男人阿霄 想来这便是他一直挂在嘴边的竹马送霄了 只是 他不是早就和别的女人结婚 定居国外了吗 怎么这会儿又会在这里 沈灵柳如烟走到我跟前 阿霄她病了 是胃癌晚期 你救救她 我抬眸 相应地扯出一个笑容 生病了为何不去医院 我又不是医生 更不会治病柳如烟顿时冷了脸 沈灵 你是没听清楚我说的话吗 胃癌晚期 要是医院能治的话 我还叫你来干嘛 我之前被同学下了剧毒的化学药物 你不是都把我救活了吗 沈灵 你就像当初救我那样 再救一次阿霄好不好 你是瘦人 这对你来说 应该不是什么难事 她说的平淡又轻巧 我内心却一阵酸涩 第二章 当年 柳如烟还在上大学 她跟着老师和同学来山里写生 却和同伴走散了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她 头上戴着一顶小红帽 名模浩齿 青春靓丽 我带她出了山柳 本以为不会再见了 可暑假的时候 柳如烟一个人来找了我 她说 她喜欢我 想跟我在一起 我拒绝了 她也不恼 整日缠着我 我从未见过这样名艳的女孩子 她跟我们郎族的女孩一点都不像 从那之后 她只要一放假就往我这儿跑 她说要把我看尽 被别人杰族先登了可不好 那年十一假期 我一直没等到她 也联系不上她 最后看到她的消息 是在新闻上 江城大学美术学院一女学生 被同寝室女生投毒 正在医院抢救 情况不容乐观 我赶到医院时 柳如烟奄奄奄一息 随时都会死去 那一刻 我害怕极了 我怕以后再也见不到她 没有丝毫犹豫 我把她带回了墨云山 乔越说 那是剧毒化学品 她也无能为力 当天夜里 我找到了那本咒术典记 乔越歇斯底里地骂我 你疯了 她是人类 与我们狼族 有不共戴天之仇 招魂咒是禁术 救了她 你就没命了 沈灵 你可是我们狼族 秀为最高的兽人 族长对你寄予厚望 她不值得你这么做 看着柳如烟痛苦的模样 我下定了决心 乔越 我一定要救她 她要是死了 我会悔恨一辈子的乔越剑劝不住我 无奈到 用招魂咒之前 必须与被施咒之人结起 沈灵 寿人一旦结起 便只能生生世世 待在主人身边 不离不弃 往后这狼族的一切 包括那至上的位置 可就跟你无关了 她说的这些我全都明白 但只要能救活柳如烟 我甘愿放弃这一切 浑浑噩噩噩活了半生 我的世界里 只有狼族这一片天 是柳如烟 带给了我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就她 至少这一刻 我是不后悔的 在乔越的帮助下 我和柳如烟结了七月 接下来便是施咒 这个过程极其痛苦 必须先把她身上的毒血 转移到我身上 再利用咒术 把她的三魂七魄召回 这是逆天而行 随着柳如烟精气神的恢复 我感觉身子越来越轻 意识也渐渐丧失 再次醒来 我浑身剧痛 动弹不了半分 乔越将要味到我嘴里 淡淡开口 你命大 没死 但也好不到哪儿去 全身经脉都断了 秀薇也毁了 沈灵 你现在连刚出生的小狼 都打不过我惨然一笑 至少还活着 不是吗 你该为我高兴 乔越瞥了我一眼 满脸嫌弃 我问她柳如烟恢复的如何 她抬眸看向我 好着呢 你刚刚喝的药都是她熬的 我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 你别把我重伤散去秀为的事告诉她 我叮嘱乔越 养两天就能好 其余的你自己跟她说 不过小姑娘看到你这副样子 着实被吓坏了 哭了很久 昨晚守着你一夜没睡 乔越话音刚落 柳如烟就进来了 她扑倒我身上 又哽咽起来 沈灵 你终于醒了 多快吓死我了 乔越健壮 忙退了出去 我颤抖着抬手 替她擦去眼角的泪水 不哭了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那天 我把我是受人的事告诉了柳如烟 还告诉她 为了将她救活 不得不与她结气 柳如烟抱着我 眼里一阵愧疚 沈灵 你放心 我这辈子都会好好爱你 就算我们不结气 我都要跟你在一起 她问我招魂咒是什么 我三言两语带过 只说那是我们狼族的一个普通咒术而已 后来 我就跟着柳如烟回了架 她大学毕业那年 我们领了结婚证 我一度以为 我会和柳如烟就这样平淡地过完这一生 可当她得知竹马宋霄和别人结婚的时候 在外面喝了一整夜的酒 我把她弄回来时 她一直哭 嘴里还不停地叫着宋霄的名字 直到这时 我才知道她有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竹马 看着柳如烟这副模样 我想 她或许曾经很爱宋霄 只是我不明白 他们为什么没在一起 那一刻 我突然很心疼柳如烟 以后的日子 我会好好守护她 第三章 今天 我终于见到了这个 曾经伤她心的男人 只是 她和柳如烟的关系 似乎不像我想的那样 柳如烟是真的很在乎她 我尖色开口 如烟 这是逆天改命的事 我做不到她脸色骤然冷下来 敏唇死死盯着我 沈灵 你非要我低声下气求你吗 你怎么那么自私 阿霄没有多少日子了 她跟我从小一起长大 不是亲人胜死亲人 算起来 她也算是你的亲人 你难道 要眼睁睁地看着她死吗 我只是她的眼睛 不是我不救她 是救了她 我就会死 上次救柳如烟我能侥幸活下来 是因为我一生的修为 保了我一条命 而今 没了修为 若再失招魂咒 我必死无疑 床上的男人 垂着双眸 算了 如烟 或许我注定逃不过这一劫 你别为男婶大哥了 死前有你陪在我身边 我已经心满意足 就算现在 让我立即死去 我也没什么遗憾了 柳如烟立即转身哄她 阿霄 你别说这些丧气话 我不会让你死的下一秒 她看向我的眼神 蕴含着狠力 你之前用那咒术救了我 现在不也活得好好的吗 沈灵 我没想到你会这么狠毒无情 见死不救 既然你不肯答应 那就怪不得我了 柳如烟话音刚落 卧室里便涌进一群 穿黑衣的保镖 为首的二人 摁住了我 我愣了一下 原来柳如烟 早就做好了准备 这么多人 他是怕我反抗逃跑吗 其实大可不必如此的 乔越曾说 我连狼族里 刚出生的小狼都打不过 这样训练有素的保镖 一个就足以按翻我 柳如烟竟然还叫了一群过来 我冷冷地笑了一声 杀鸡烟用宰牛刀 把他带去地下室 他扫了我一眼 仿佛在看一件 毫无温度的死物 沉生吩咐按着我的保镖 地下室黑暗无比 没有窗户 也不通风 很潮湿 柳如烟后脚跟着进来 开了一盏灯 他狠狠地看着我 沈灵 我不想这样对你的 是你非要逼我 我总不能眼睁睁 看着阿霄去死吧 你不失咒也没关系 你是狼兽 血液滋补 多少人做梦 都想喝上一碗 宋霄每日喝一碗下去 想必也不会死那么快 他走到我面前 抬手轻轻扶着我的脸 这个地下室 关了灯之后 暗无天日 伸手不见五指 你就待在里面 我会吩咐人 每日进来取血 你什么时候熬不住了 想通了 愿意给阿霄施咒 我就放你出来 我一时震惊 一股寒意涌上后背 柳如烟 我会死的 你真的要这样做吗 他咒了咒眉 有一瞬间的犹豫 但私存片刻后 还是说道 不过就是取点血而已 沈灵 你是兽人 哪那么容易死 况且 你要是答应施咒 就不用受这些罪了 我惨然一笑 低下头不再看他 柳如烟让人割开我的手腕 取完血之后便走了 地下室只剩下我一个人 没有任何声音 也没有一丝光亮 他每日让人来取血 只有那几分钟的时间 我感觉我还活在这个世上 到第14日的时候 我已经能明显感觉到身体里没有血液了 他们拾紧地挤压我的手臂 却只留了几滴出来 每两分钟便干涸在碗底 我躺在那儿 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 有人出去叫柳如烟 下一刻 我听到了柳如烟的声音 都是一群废物 静脉血取不出来 不会直接割动脉吗 要你们有什么用 他进来的时候 手里还拿着刀 只是 他在看到我的模样那一瞬间 顿时就愣住了 手里的刀也掉落在地 他慌乱地朝我跑来 一把抱住我 整个身子都在颤抖 沈灵 怎么了 这是怎么了 你别吓我 不就是取了一点点血吗 怎么会变成这样 你肯定是在吓唬我 对不对 他不停地摇晃着我的身子 你起来跟我说句话呀 别躺着不动说到这里 他近乎哽咽 我双目空洞 呼吸也越来越微弱 第四章 四 柳如烟似是想起什么 声嘶力竭地喊外面的保镖 你们快去墨鱼山 找乔越过来 告诉他 沈灵快不行了 他一直抱着我不肯松手 嘴里不断重复道 沈灵 对不起 是我对不起你 我不知道会这样 你跟我说句话好不好 我麻木地躺在他怀里 连张开嘴唇的力气也没有 不知过了多久 乔越来了 柳如烟眼眼里 终于有了光 他急切地看向乔越 乔姐姐 你快救救沈灵 乔越看到我的样子 眉头紧皱 一把推开了柳如烟 你到底对他做了什么 前些日子 他刚在我那儿做完药育 身子本来就不好 怎么才回来几日 就变成这副模样了柳如烟漾漆黑的眸 凝了凝 声音有些颤抖 药育 做什么药育 我不知道啊 乔姐姐 我只是想从沈灵身上取点血救人而已 是他不肯使用招魂咒 要是他早听我的劝 就不会变成这样了 乔越的脸色瞬间冷到极致 你说什么 让他用招魂咒 柳如烟 你到底有没有心 那招魂咒是我们狼族的禁术 施咒之人 轻则伤残 重则丧命 三年前他铁了心救你 不听任何人的劝告使用此咒 命虽然保住了 却也因此散尽修为 他可是我们狼族修为最高的寿人 将来是要做家主的 可他却为了你 甘愿放弃一切 这三年来 他一直承受着招魂咒的反噬 因为不忍让你看到他痛苦的样子 他只能每月去我哪儿做药育 柳如烟 你不关心他也就罢了 还抽干了他的血 沈灵如今离此不远了 我也无能为力听完这些 柳如烟像是被抽走了灵魂一般 看着我 一句话不说 乔越帮我包扎好手腕上的伤口 扶起我便要走 柳如烟这才有了动静 迅速走过来 你要带他去哪儿 我不让你们走 乔姐姐 你怎么能说无能为力呢 你可是狼族最好的医师 下一瞬 他看着我的眼睛 你为什么不把这些告诉我 你是故意的对不对 故意让我欠着你 一辈子都还不清 他自嘲地笑了笑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的目的达到了 我欠你一条命 沈灵 你听清楚 一定要活着 你要是死了的话 我去找谁还 乔越淡淡地看了他一眼 吐出的话 如寒冬的雪一样冰冷 柳如烟 你放过他吧 他如今落的这样的下场 是他自找的 我不怪你 只怪当初没有不惜一切 阻止他救你 你如果有心的话 现在就解了你们之间的契约 受人结了气 除非主人自愿解气 否则他生生世世都离不开你 看在他曾经救你一命的份上 让他安安静静地走 来世活得快乐一些 再也不要被情爱所折磨了 柳如烟眼睛顿时就红了 抿着唇一言不发 乔越没了耐心 你多犹豫一秒 沈灵就晚一秒回莫云山 你非要折磨他 让他死都不得安生吧 那一刻 柳如烟眼底一片悲悯 似有不甘 也有不舍 但这一切我都不在意了 他深深地望了我一眼 沈灵 我答应跟你解气 终究是我对不住你 下辈子 你不要再遇到我了 体内契约的印记 一点点消失 我竟是前所未有的畅快 或许我和柳如烟 一开始便是错的 如今解了气 我和他 便再也不相干了 临走前 柳如烟一直抓着我的手不放 宋霄将他抱在怀里 如烟 让他走吧 往后的日子 我会一直陪着你 他是狼兽 与我们终究是不同的 宋霄喝了我的血 气色明显好了很多 柳如烟趴在他怀里 失声痛哭 第五章 我没死 再次醒来 我是在墨云山最深处的云流里 狼族各宗老族长都守在我身边 乔越给我全身做了检查 用极其轻快的语气说道 没事了 恢复得很好 族长将狼族家主 世代相传的玉牌递给我 缓缓说道 沈灵 这玉牌在我这儿保管了二十多年 如今物归原主 我也算是完成使命了 我一脸疑惑 各宗老却是满脸欣喜地看着我 乔越解释 你是上一任家主之子 在成绩家主之前 虚长进这世间的七情六欲 杜琴杰 往后不再被情爱所束缚 无情无爱 方可单家主一职 我接过那块玉牌 原来这一切都是早就注定好的 再次想起柳如烟 想起他曾经对我所做的一切时 我内心毫无波澜 很奇怪 我明明曾经那么爱他的 不过这样也好 没有了情爱 也就不会痛苦了 见家主之后 我每日让族人情学修炼 日子过得倒也充实 偶尔去乔越哪儿做做 看看他新研制出来的药品 三个月后 山里来了位不速之客 是柳如烟 我喝了乔越新量的桂花酒 竟有几分醉意 在他后院睡着了 柳如烟还和从前一样 不达目的是不罢休 乔姐姐 你把沈灵买哪儿了 带我去看看她好不好 她走了之后 我再也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 你不带我去的话 我就赖在你这儿不走了 乔越冷眼微笑 你喝苦装的一副情深的样子 当初害她的人难道不是你吗 怎么 心欢不合你的意 想起曾经的旧爱 来忏悔了 倒也不必这样 沈灵已经和你没有半点关系了 柳如烟听着这番奚落 倒也不恼 还是苦苦哀求 乔姐姐 我就看她一眼而已 乔越并不理会 想赶走她 我从内院走出 淡然开口 来者是客 柳小姐大老远来我墨云山 应当好好招待一番的 乔越 去把我方才带过来的茶 泡一壶过来 柳如烟寻声看向我 神情一阵茫然 下一瞬 她扑进我怀中 紧紧抱着我 沈灵 你还活着 太好了 她抬眸看向我 眼底是失而复得的喜悦 你这几个月 为什么不来找我 你知道我有多难过吗 快让我看看 你手上的伤好了没有 还疼不疼 说着 她便拉起我的左手 轻轻抚摸着手腕上 那道极深的疤痕 我冷眼看着她 不发一眼 似是感受到我的疏离 她默默放开了我的手臂 看着我小心翼翼地开口 沈灵 你是不是还在怪我 你别这样 我害怕 你原谅我好不好 只要你原谅我 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我们像从前一样 你放心 我以后再也不去找宋霄了 我一开眼 半代轻笑道 我和柳小姐 如今已是陌路之人 柳小姐想找谁 要跟谁在一起 我无权干涉 更不会阻拦柳如烟极了 紧紧抓着我的袖口 眼含热泪 什么陌路人 沈灵 我们曾经那么相爱 你都忘了吗 你为了我 连命都可以不要 怎会说出这番话 我打断了她 柳如烟 为了你 我差点两次丧命 曾经是我自作多情 往后 你也别再来找我了 各自安好 就当我们从不曾相识 听及此言 她哭了起来 仿佛受了天大的委屈一般 我不再理会她 转身离开乔越的小院 回了云柳 第六章 宗老们从族里选了几个女孩送过来 说让我挑挑 有合适的就把婚事定下来 组长说 我年纪不小了 繁衍后思重要 我选了成家的独女 成林 听闻她从小苦修 不到十五岁就撑起了整个成家 短短几年 成家在她的带领下 成了整个狼族发展最好的家族 与成林第一次见面 她便把火灵之带了过来 那是成家的圣物 她说 这是她的诚意 也是整个成家恭贺我当上狼族家主的贺礼 我细细打量着她 眯起眸子 我如今是个没有弃情六欲的人 无情无碍 成小姐也愿意嫁给我吗 巧了 我最厌烦的便是情爱一事 她不计不许饮了一口茶 毫不避讳地说 与家主联姻 我能壮大成家 更能让成家以我为荣 况且 我财貌皆家 家主娶我 并不亏 情爱并不能当饭吃 我也不需要我同她对事 成小姐秀外惠中 果真不同于别的女孩 既如此 让组长挑个日子 把婚室定了 家主决定变好 我等着家主说完这句 她起身 离开了原柳 五日后 我和成林订婚 订婚宴上 柳如烟闯了进来 沈玲 你为什么要和别的女人订婚 我猜是你老婆 你忘了我们曾经恩爱的日子了吗 她抓着我的手就往外拖 你跟我回去 我不让你跟她在一块儿 我们重新开始 以后好好过日子好不好 我一把甩开她 看了一旁的乔月一眼 乔月一脸无奈 我怎么赶她都不走 一直赖在我哪儿 我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 跟在我后面溜进来的成林走过来 大放得体地说道 柳小姐 今日是我和家主的订婚宴 如果你是来祝贺我们的 那我定会好好招待你 但如果你非要闹事 我就只能让人把你请出去了 柳如烟哪受得了别人明目张胆地 跟她抢东西 顿时恼羞成怒 你算什么东西 我和沈玲相爱三年 朝夕相处 同床共枕 她跟你订婚 只是为了气我 你别想把她抢走 等她气消了 想通了 自然会回到我身边 成林转头看向我 面容柔和 声音清润 是这样吗 我将她揽入怀中 放软了声音 继合成小姐定下婚约 往后自当忠于成小姐 我沈玲的家主婆 只会是成小姐听到这里 柳如烟再也抑制不住眼底的泪水 哽咽道 沈玲 你真的不要我了吗 你从前明明最在乎我的 她指着宴席上的众人 盯着我沉声质问 你告诉我 是不是他们逼你这么做的 你是被逼无奈的 对不对我目光幽暗 宛若深谈 柳小姐多虑了 我和成林都是兽人 门当户对 何来被逼无奈一说 娶她 我甘之如疑 她愣住了 似是不敢相信 宴席上有人窃窃私语 这是谁呀 竟敢跑到家主的订婚宴上胡闹 你小点声 她是家主从前的人类妻子 听说把家主害得可惨了 现在还好意思过来 嗨 我当是谁呢 也不知道家主看上她什么了 容貌呢 不是一等一的出众 还是个人类 怎么配得上我们狼族的家主 谁说不是呢 跟成家小姐比起来 真是差远了 得亏家主迷途知返柳如烟红着眼低下了头 乔越走过去斥责道 这么多好酒好菜都赌不上你们的嘴是吧 再说就滚出去 都别吃了说完 她一把拽着柳如烟走了出去 你也是 非得跑到这儿闹什么 害大家都下不来台 这下你满意了第七章 和成林订婚后 她便搬到了原流里 我们同吃同住 一起修炼 柳如烟经常躲在不远处看着我 她以为我不知道 那日成林约我一同去看日落 她说墨云山的日落最美了 日头下 落霞与长河相接 宛如一幅画卷 我争了争 神色恍然 她微微前倾身子 问道 怎么了 你不喜欢吗 不想去也没事 我一个人也可以去的 我直起她的手 微微一笑 怎会不喜欢 我们墨云山的美景 确实许久没看了 你诚心邀请 我又岂会不解风情 今日便舍命陪夫人 贡赏美景曾经 我也约过柳如烟去看日落 可她却说 日落有什么好看的 暗淡落寞 看了就让人心烦 从那之后 我便再也没提过 回首往事 我和柳如烟在一起后 好像所有的一切 都是按照她的喜好来 她喜欢什么 我便喜欢什么 而我喜欢的 她若是不喜欢 便会贬得一文不值 我和成林 一直到天黑才回去 远处的山石背后 出现了一道熟悉的身影 成林也注意到了 她看向我 笑得甜淡 这几日 她一直跟在你身后 你不打算 好好跟她聊聊吗 我不以为意地笑笑 这种事 不是该由夫人出马吗 别的女人 时刻惦记着你男人 你就这么大方 她眉眼一弯 沈灵 我从前没发现 你竟这般厚颜无耻 我盯着她弧度优美的眼眸 快去 旁人都说 你是我们狼族 最不好惹的女人 今日便让我看看 你有多不好惹 成林顿了顿 朝着那块山石走去 没一会儿 我看到柳如烟 抬手用衣袖擦了擦眼角 随即 失落地走了 我走过去 轻声问 你跟她说了什么 成林露出一个灿烂的微笑 我说她要是在跟着你 我就变成一只恶狼 把她生吞活泼了 成小姐还会变恶狼 我怎么没见过 我轻力地靠近她耳边 要不 你现在便一个给我看看 她使劲将我推开 耳根一下子就红了 迅速往前走了几步 天都黑了 你到底走不走 隔日一走 宋霄也找上了门 看到我时 她并不惊讶 你果真还活着 我就说嘛 寿人哪有那么容易死的 难怪如烟会待在这 不愿回去 沈灵 你识相的话 就把她交出来 我今日寄来了 就不会空手而归 如烟我是一定要带回去的 我心中暗自冷笑 面色凌然道 正愁送不走她呢 你现在过来 倒了却我一桩烦心事 人在后山 你带了她赶紧走 宋霄一头雾水 正要开口时 柳如烟进来了 她手里拿着一幅画 沈灵 你不是喜欢墨云山的日落吗 我把她画下来了 你看看像不像你那天看到的 看到宋霄 她顿时脸了笑 一脸紧张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宋霄看她一副冷淡的模样 带着几分怒意开口 你都离家多久了 我自然是来许你回去的 说着 她便上前 伸手想拉柳如烟 柳如烟 下意识往后退了一步 宋霄 你走吧 我不会跟你回去的 宋霄愣了一下 似是不敢相信 柳如烟会这样说 如烟 你怎么了 我们好不容易才重逢 你不是说过 我们再也不分开的吗 柳如烟淡淡地看了她一眼 宋霄 我想过了 从前的一切 过去了就是过去了 或许我们有缘无分 你当初抛下我爱上别人 是我不争气 一直放不下你 其实后来想想 我早已经不爱你了 或许那只是我 一直以来的执念 我现在爱的是沈灵 往后的日子 我只想陪在她身边 数我犯下的罪孽 宋霄面色僵硬 咬着牙死死盯着她 柳如烟 我为了能重新和你在一起 离婚尽身出户 放弃了在国外的一切 你现在却跟我说这些 你对得起我吗 第八章 乔月不知什么时候来的 她打断了宋霄 还真把自己说得多情深一样 你做的那些事 我都替你感到羞愧 原来宋霄家早就破产了 还欠下了一笔巨额债务 彼时 她老婆已经怀了两个月的身孕 一番思考之下 她决定回国 假意与柳如烟复合 实则是想私吞柳家的财产 可不幸的是 她查出了未来晚期 恰巧这时 她从柳如烟口中得知了 我是受人的事 于是 她便把争夺财产的事 暂时放到一旁 她想利用我恢复健康 接着便有了柳如烟 让我失咒取血的事 庆幸我遭此劫难之后 重获了新生 乔悦当时把我接回来之后 就觉得事情有些不对劲 便去查了宋霄 得知了宋霄的阴谋 柳如烟自嘲地笑了一声 宋霄 原来这就是你回来找我的目的 可恨我没能识破你的诡计 还帮着你残害沈灵 我究竟做了什么孽 她一步一步走到我跟前 痛哭到 沈灵 这一切都是宋霄害我的 我被她利用了 你原谅我好不好 我从始至终都是爱你的 宋霄见事情败露 陶也似地离开了墨云山 乔悦想把柳如烟拉出去 我摆了白手 示意她出去 我和柳如烟 是该做个了断了 我同她对视 柳如烟 你其实也没多爱我 一开始你对我穷追不舍 不过是因为宋霄抛弃你 你急需找到新的猎物 想以此来弃她 让她对你回心转意 可宋霄并没有理会你 再后来 我救了你 你或许心存愧疚 又或许是想麻痹自己 转移对宋霄的注意力 所以你跟我结婚了 不是这样的她声音颤抖 沈灵 我那时候是真心想嫁给你的 真心 我打断了她 我遭招魂咒反噬 痛不欲生 几次三番差点死去 你关心过我吗 你从来都没问过我一句 她哭出了声 我不知道 我看着她 痴笑出声 不知道 你是根本没把我放在心上 柳如烟 在你心里 永远都是宋霄最重要 她生病了 你可以一不解代地照顾她 可以轻声细语地安慰她 我们结婚这三年来 你何曾这样对过我 为了她 你可以不顾我的死活 硬生生割开我的血管 你可知 我也会疼 柳如烟 我们之间就到此为止 你回去吧 以后不要再来了太摇头 眼底的泪水扑朔而下 沈灵 你别赶我走 你听我解释 不是这样的 我起身 不再看她 看在曾经相识一场的份上 别让我恨你 一个月后 我和成林婚礼前夕 宋霄带人闯进了墨云山 他们带了枪 一来便杀了我们两个族人 彼时 她死死拽着乔悦的头发 将她拖到我面前 面露很利道 姓沈的 你要是想让她活命的话 现在就跟我接气 失招魂咒 让我永永远远 摆脱癌症的折磨 否则的话 我让人踏平墨云山 把你们这群兽人 全都杀光 乔悦不停地摇头 沈灵 你别被她威胁 别管我 以你的修为 绝对能出去 你快告诉大家 赶紧逃 永远都不要再回墨云山了 送消大怒 直接将枪口 指在乔悦脑门上 你再说废话 信不信我马上避了你 我怕她情绪失控 立即喊道 你别伤害她 我答应你 宋霄这才放下了枪 下一刻 我朝她走过去 宋霄立即让人摁住我 她让乔悦 立即为我们节气 乔悦咬着牙 只能去准备 节气所需要的东西 宋霄看着我 眼底一阵得意 节气之后 我就是你的主人 沈灵 我在想 该让你做点什么好呢 把柳如烟杀了 算了 也没多少意思 还是让你坐我身边的一条狗吧 她话音刚落 一把刀就从她背后捅入了心脏 随即 一阵枪声响起 我回头看到柳如烟倒在了血泊中 宋霄转过身 满脸不可置信 那把刀是柳如烟捅进去的 现场顿时一片混乱 没过多久 成林便带人拿下了宋霄带过来的人 宋霄胸口还流着血 她趴在哪 想说什么 却发不出一点声音 柳如烟中了蛋 她挣扎着向我爬过来 紧紧揪着我的衣袖 沈灵 欠你的 我还了 对不起说完这句 她惨然一笑 手瞬间垂了下去 没了气息 我还没反应过来柳如烟是什么时候来的 自从一个月之前我跟她说完那些话 她走了之后 我就再也没见过她了 没想到再次相见 会是这样的场景 成林进来 一脸担忧地抱着我 没事吧 她有没有伤到你 我缓和了一下 你来得及时 我没什么事 我让乔越看看柳如烟 还有没有救 她检查了一番 无奈摇头 已经断气了 我没说什么 伸手将她的眼睛缓缓合上 乔越问我 她的尸首怎么处理 我沉默了许久 葬到山脚吧这场混乱 并未打乱我和成林的婚礼 五日之后 我们的婚礼如期举行 许多年之后 柳如烟的坟墓 早已长满了荒草 女儿捏入着双唇问我 爸爸 那是谁的墓 为什么连个名字也没有 乔越阿姨每年都来祭拜 她是谁啊 我捏了捏她的脸 那是我和乔越阿姨 曾经的朋友全文完 优优独播这款